玉里镇春日社区活动中心的建物老旧 一进到内部天花板因为水气湿气重 油气都斑驳脱落 县长徐真卫来到了春日活动中心 进行了现场的会刊 里长也和县长提出了多项的修缮建议 不过县政府回应 因为当初的修缮案和县场所提出的不同 所以希望玉里镇公所协助统整修缮计划之后再送出 将会尽快的来协助活动中心的修缮工程 玉里镇的春日社区活动中心建物老旧 一进到内部的天花板 因为水气湿气重油气都斑驳脱落 华里县长徐真卫也特地来到春日活动中心 进行修缮工程案的会刊 里长也跟着县长提出多项的修缮建议 历史造出站我们是申请到两年 我们前一年的话就今年都开始做 做了以后 那我们目前慢慢的把修缮了就提出来 像这个厕所厨房 还有外面的空间 让老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地方 不过县政府回应 因为当初的修缮案与县场提出有所不同 所以希望玉璃镇公所来协助统整修缮计划 之后再送出 将会尽快来协助活动中心的修缮 是不是那个请县长在这边 在这边先拍个说明会嘛 好不好 那这边要什么 我特别的项目再来一项项看 这几个计划书再上去 这几个报告就这样 另外里长也带着县长前往活动中心旁边的一处空地 希望能够连同这里一起来修缮 因为场地很宽敞 很适合做跳舞场地 以及办理活动 县长也表示尊重里长提出的修缮建议 里长也将会尽快重新整理 让社区族人有更多空间可以来使用 接着高双双一里镇采访报道 哦 好